《十六東方日報》 官媒批明星大派叫警車開牢 2015年7月10日兩岸A27 本部綜合報導 內地官媒作刊文批評明星耍大牌 指他們不但吃飯住宿要一流品質 上廁所前也要保鏢徹底搜查 甚至動用警車開導 文章指出 明星要樹立文藝介良好風氣 應貼近民眾 首先要由小傻大派做起 互聯網圖片 文章舉例稱 內地一名男演員兼老闆 住酒店一定要總統套訪 吃飯必須在一號包訪 甚至在上廁所前也要安排保鏢徹底搜查廁所內外 文章又批評 很多明星利用權力獲得更多優效待遇 如搭乘飛機坐頭等艙 下飛機有人在艙門迎接 甚至動用警車開導 文章中有寫道 部分演員在舞台上可以與基層觀眾面對面 但在台下卻高高在上 極力疏遠群眾 時刻不忘維持自己的那份特殊待遇 文章又指小傻大派 多貼近民眾 是樹立民藝界良好風氣的初步 連傻大派都改不了 旺論其他 著名男高音色違法授查令 據中紀委網站消息 中國東方演藝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顧恩 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授查 有媒體形容 這是文化界反腐的第一刀 資料顯示 顧恩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目前任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等 曾被評為中國經濟年度人物